这是乾陵四七座陪葬墓之一 永泰公主墓 永泰公主是唐忠忠 李显的第七个女儿 唐高宗 李志和武则天的孙女 名 李先慧 死于唐大祖元年 十年呢 仅十七岁 死后与她丈夫五颜姬合葬在一起 是什么缘故让这样一位少女妖王呢 考古人员在进入墓道之后呢 发现了一个稻洞 这个稻洞下面呢 还有一具窟窿 它是盗墓者 就是在运送完这个文物之后呢 他的同伙把它给遗弃了 就是把这个粗口给封住了 所以他就死在了墓里面 所以说呢 以后呢 就是哪怕是兄弟也不盗墓 就是父子才能盗墓 因为亲兄弟还要名算账 还有分家 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规矩 非常珍贵的是这个墓道里面还有一些壁画 是唐代宫廷里面的宫女 或者是宫主的壁画 可以反映出当时的串竹 她们体态风盈 脸都是圆圆的 胖胖的 这当时唐朝的这种审美就是这样的 领头的这个女的应该可能会是这个永泰公主 仪表端庄 我们看的这应该是一个宫女 她的地位比较低下 但是她的气质依然是在那里 这些壁画都是非常珍贵的 可以研究当年唐代的这个历史 这都是后来画的 这不是 都是团代画的 能保持那么好 我们看牧师的顶部是成拱形的 这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 就是非常牢固 站在前面这个应该是地位最高的 两个女人 在永泰公主的墓制名上 记载有猪胎毁月的字样 意思是她死于难产 在1960年发掘时 考古队发现了永泰公主的骨盆碎片 经过复原后 发现永泰公主的骨盆 比正常妇女偏小 生育时容易难产 可是更为普遍的看法 是她被自己的父亲 唐忠忠离显猝死的 据说武则天登基后 私生活不太简典 有一次呢 永泰公主和自己的哥哥李重润 在一起说了一些不满的话 武则天知道后 就逼着李显 将参与言论的人全部猝死 四年后 李显复位登基 四年前呢 爱子爱女慘死的一幕 对李显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于是啊 她就追封李重润为义德太子 追封李慧仙为永泰公主 并隆重的将他们的遗体 放入前领埋葬 那么 在您看来 李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